政壇焦点带您关心 桃园市议员王浩宇罢免案 在16号进行投票 这也是全台第一件 进入投票机制阶段的 议员罢免案 一大早国民党选区 自立国小的投开票所 还出现民众排队的情形 其他投票所像是 中立国小的正门 一度因为施工封闭 让民众认为 选委会没有明确标示替代入口 难道是想尽数性的 不让人投票吗 罢免案的主角王浩宇 则是在今天 选择低调不现身 要静候结果再决定如何回应 民众全身包紧紧口罩 戴好戴满行驶 罢免投票权 被罢免的主角 就是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在兰营省区的桃园自立国小 16号早上8点开始投票 就陆续出现排队人潮 而发动罢免案的 霸王总部执行长邱仁德 也前往新一国小 跟着排队进场投票 他的行为大家能接受 那你就接受 不能接受你就不能接受 不过邱仁德身为王浩宇的表叔 日前还喊出罢免案没过 就要辞去里长职务 现阶段的他只希望不要模糊焦点 是不是亲戚等等这些 我觉得都现在来讲 都不要是把它打成一个 罢免战的一个焦点 混淆这样的一个焦点 只是一早投票进行没多久 就传出投开票所中立国小 因为正门施工封闭 水委会吹梅贴出标示 公告替代入口 不少民众绕了一圈才进到学校 引发批评声浪 你要告诉人家是从 这个叫做康乐路 你们写的 政府写的叫做什么 延平路 我觉得这样子有点 技术性的 好像不让人家投票的感觉 至于罢免案主角王浩宇 则是选择低调行事 不只不会投不同意票 服务处也是铁门申锁 能否就此冷却选情 就等结果揭晓 记者中文报道 实际上议题也备受关注 特别是韩莱克多巴胺的 进口猪肉在今年1月开放来台 政府同步推出台湾竹标章来因应 只是近期这个标章的规格 审核标准不明 光是这次的业者自行 撤销案件就已经高达了823件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说 万事起头难 农委会在做法上 如果有不够严谨的地方 会好好检讨改进 政府接下来 还是会逐批来检验肉商品 严格把关 跟掌者们甩手做运动 行政院长苏贞昌 来到新北三支安养中心 同时宣传长照政策 不过最近因为来出进口 农委会推出的台湾竹标章 状况连连 审核标章规格不明 光是业者自行撤销案件 就高达823件 让台湾竹标章公信力 引发外界质疑 农委会求好 但在做法上 如果有不够严谨的地方 应该要好好的检讨 加速改进 那我们也希望 国人同胞 万事起托篮 有时候在一开始做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乱 台湾出标章之乱 苏贞昌坦诚过程 不够严谨 会检讨改进 而对于前总统府发言人 丁允公因为深陷 逃色风暴 请辞获准 监长院调查之后 确定弹劾 但过去担任高雄市府 现文局长任内表现 获得行政院核发的三等攻击勋章 依法却无法追回 苏贞昌不护短 任何福公子的人 公领域 任何的不当 任何的违背 都应该受到惩处 受到谴责 也都非常不该 有关奖章的事 相关规定 如果还有不作严 我昨天已经交代秘书长 和相关单位 把他订定的更早眼 亲自指示 研议凶法 苏贞昌就任葛魁 已经进入到第三年 不让各种正义 冲击到执政团队形象 跟运作 记者前面 台湾区NC小组 新闻市报道 美国政权在交接前夕 我国与美方间的外交互动 也格外备受瞩目 特别是16号上午 台美交流协会还主办 两国的教育论坛 外交部长吴钊燮 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 丽英杰 都有到场致辞 特别针对了美国智库 发表最新今年度的 预防优先次序调查中 其中台海危机 首度被列为第一级风险 格外引发关注 怎么看美国智库 把台海危机 列入为首第一级的风险 听到问题 外交部长吴钊燮 回回首没有回应 但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 公布的今年度 预防优先次序调查 台海危机首度被列为 最高的第一级风险 台湾和中国未来关系 会更紧张吗 台海危机前两年 都是第二级风险 但随着美中对抗加剧 专家认为会影响台海稳定 而现在美国拜登政权 即将接手之际格外敏感 不过近期台美民间交流 依然很频繁 12号上午 外交部长出席美国在台协会 和学术交流基金会 共同举办的华语教学论坛 尤其是当我们看到 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 学术自由受到某个 独裁政权的恶意侵扰 台湾作为美国可以信赖的伙伴 在此时此刻 强化台美华语文教学的 合作彰显意义 我非常感谢和骄傲 台湾愿意在这个时候 在疫情期间 谨慎而出 和美国的伙伴关系不言而喻 而要确保台海安全 必须在美中台三方取得平衡 记者付上周杰特报道 是很快就要过农历春节了 为了民众这个采买年获的需求 台中是三大知名商圈 但是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在活动上也有做一些调整 特别是考量到人潮聚集不利于防疫 天津路的商圈是确定要取消 至于在一中还有逢甲商圈 则决定要缩小规模办理 不仅禁止试吃 还要全程戴好口罩 店家忙着整理新品 要赶紧上架 让客人们挑选 这里是台中市知名的天津路商圈 往年农历年前 都会举办盛大的年货大街 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确定不办了 没有犯法 也是无奈 很可惜 对我们厂家也是一个损失 都有准备 然后要一些特价的商品 那现在就要提早推出了 不少店家接获消息 都觉得相当可惜 原本准备年货大街 才要卖的新品 也提前拿出来卖 由于天津路商圈出入口多 难以控管人员禁出 过去每天人潮破万人 人潮聚集 而且目前疫情多变数 最后决定停办一年 即便没有年货大街 但管委会强调 店家依旧会准备漂亮服饰和配件 期盼可以吸引民众前来买新衣 另外一中和逢甲商圈 经过讨论后 还是照办年货大街 但除了缩小规模 也禁止民众试吃 要求全程佩戴口罩 严格落实防疫 这会受到疫情影响 台中市府也多次和商圈管委会讨论 避免人潮形成防疫隐忧 未来也会依据疫情 滚动市府岛商圈 连货大街的举办情况 要让市民们买得开心又安心 这里是中文 陈杰 台中报道